又回到尋寶教室每年必出的MC 題目 今天我們一樣是教一些必吃必出的題目 polynomial 這些polynomial的題目 在MC 裡面通常看起來好像很淺 但是做起來有時都會很浪費時間 那怎樣可以在考試的時候秒殺它們呢? 首先我們溫固資深幾個polynomial的小技巧 一些小concept 首先就是coefficient的concept 和concent coefficient of x的三次 就是x的三次前面 扔著這個constant這個數字 我們就叫做coefficient of x的三次 那呢 coefficient of x的二次 那這裡沒有x的二次 那b就等於0 這個重要 然後coefficient of x是什麼? 前面扔著的負號 就是負1 那constant d是什麼呢? d就是7 那這個就是可能大家初中的時候 已經會學過的 coefficient的concept 那這個 記住的串法 通常呢 考試看到會寫 這個呢 就是coefficient 全寫就是這裡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跳入題目上 那有這個concept打底 怎樣做好些題目呢? 看見到我們這裡 2015年 馬上有題目 怎樣做呢? 他叫你給了這個數 2x減3 給了這堆東西 究竟這個爆出來在哪裡? 那你可以慢慢爆的 2x呢 就乘2x的square 2x的3次 之後就慢慢爆 2x乘3x就6x的2次 然後再減2x乘2就是-4x 然後再減3次 再乘多一次這個東西 這樣做之後再加減乘除 這樣做呢? 這個是一般的做法 那但是 你如果熟coefficient的概念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呢? 根本是不用那麼麻煩的 我們看一下 首先呢 我們見到 constant頭尾是最容易的了 因為呢 x2乘x 一定是可以爆到最大的coefficient 是分等級的 他一定 唯一x的3次的coefficient 就只有這個數乘這個數 就是2x的3次 那就是1第2 那你見到 其實全部都是2 所以這個資訊沒有意思 但是我們 聰明仔是找些有意思的資訊 那怎樣找些有意思的資訊呢? 教一下大家 就是他們正乎好入手 我們見到呢 譬如這個-6x-6x-6x-6 這個constant呢 只會是 最後這個數乘這個數給到你的 那-3x-2就是6 所以-6那兩個基本上可以不要 就馬上剩下兩個答案 那我們看這兩個答案還有些什麼 不同 一個是-13x 一個是-5x 那就是證明呢 你現在要找的是x的coefficient 那x的coefficient 怎樣找呢? 一個呢 可以成得出 有x在後面的呢 只有2x乘常數 和3x乘這個常數 那就是-3乘3乘3x 再加這個2x乘2 那就是一個是-4 一個是-9 就是呢 看看先有沒有計錯 一個是-4 一個是-9 對啦 那就是-13 就是答案是 看看先 正6-13 就是d 就是這樣 那我們再跳下一題 剛剛教過 看頭看尾實是對的 不過頭通常沒有什麼資訊的 看尾吧 他現在問你b是什麼 那constant是什麼呢? 這個這樣 這些東西呢 你爆開它其實是x2加2ax加a2 這個是2a就是x的coefficient 他唯一的constant就是這個a2 這個其實一看就知道了 做熟了一題就知道了 那整抽constant就是a2加b 那他這一抽的constant是什麼? 是8 8等於a2加b 小學都懂啦 那b就是什麼? b就是8-a2 就是d 這些有coefficient的概念 其實就會做得頗快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 這題一會留在最後才做 做了這題先 譬如這一題 又是factorize 這一抽的東西 那他會弄到哪個東西出來呢? 就是我們一看 這個a的n次 a的n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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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兩塊是有a的n-1次 那你這裡有a的n-1次 你一定是這個a的n-1次 成它的constant 才會保留到 它是a的n-1次的coefficient 所以呢 abc都可以剷掉了 一定剩下de了 那我們就看看de有什麼分別 通常都是這樣 這些題目 你看頭五秒 你已經可以篩走一半的答案 那好了 去到最後 我們看到它有什麼分別呢? 它分別就是一個正6-5 一個-6-5 因為我們看到 -6-5和正6-5 都是出這個-30的了 所以我們就會 從別的地方去入手了 例如這個a的n次 或者 前面是沒有影響的 例如這個a的n次 那好了 那a的n次的coefficient 是-7 那怎樣才可以有a的n次 這個a的n減一次 你要乘一個a的 要不你就乘負6 再乘2a 要不你就乘5 再乘a 對了 那就是一個就是5 一個負6 再乘2a 就是加負6 再乘2 那就是負12 6現在12 加5就是負7 負7是否答案 那第二 d都不用計 就知道e是答案 好了 那我們再來一題 這題特別少少 這題呢 就說 這一抽的fx 是一個x去到3次方 我們算級數 3次方 現在最高級就是3次方 可以divisit by這個最高級是2次方的東西 那他們的級數差多少 就差了一個x 所以就可以寫成這樣 x的3次-7x加6 就等於x2-3x加k 因為它差一次 所以我們就給x 理論上是要ax加b的 整條就是這樣 但其實這個ax都不用理 因為我們看x的3次方式 1 x2乘 只可以是1 所以a 那 最後我們看一下 這條數號 k對多少 這個k呢 我們又用回剛剛的招 先看concent concent是什麼 kb kb這個b 等於6 kb對6 我們有第一條色 那好吧 第二條色是什麼 這裡我們有什麼牽絲呢 我們有x的3次-7x 我們發現這裡有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x的2次的coefficient 其實是0來的 那x的2次的coefficient是0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東西 怎樣才有x的2次呢 x2次乘一個constant 就是b 和x乘這個x就是-3 就是xb-3 就等於0 那b就等於3 那代回這條色呢 3k就等於6k就等於2 就是b了 有時呢 那些網絡的數呢 爆開它有排做啦 你這抽東西成這抽東西 慢慢成 有排做 但當你熟習了這個concept 你知道了這個技巧之後呢 其實是超級簡單 可以10秒20秒已經做完一題了 今天學到這個技巧呢 其實就不用點1的 你做兩三條數 你熟了之後呢 其實你考試自然就能用得出來的啦 coefficient這個技巧呢 其實 秘訣就是呢 是一個認清它的級數 什麼級數啊 即是x的次方 你可以0級啦 1級啦 2級啦 3級啦 0級就是constant 那麼呢 有些級數呢 它是 最高級呢 是沒有人跟你玩的 即是 譬如你 for example啦 你這個 x2加1 乘這個x-6呢 你只有這個乘這個 是出到最高級的 因為你 這個次方是1 這個次方是2 只有他們兩個乘才是最高級 那麼呢 他們x的三次coefficient 只能是1啦 而 concept一樣啦 最低級 BB來的 一定是BB加BB才可以出到BB的 所以呢 就一定是這個正1和負6呢 成在一起 concept呢 就必定是這個負6啦 那麼呢 這些是 可以很幫助你加速到做你MC的小技巧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教的東西呢 就記得like and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啦 我們下次條片再見啦 完